林大小姐如此阻碍 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嫁给你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 而且没有要纳切的打算 看住 是叫我们吗 公子 姑娘请留步 铁嘴神算 不领免钱 二位 本命吧 不领免钱 嗯 好 帮我算算我最近运气如何 公子啊 你是气色泛红面带桃花 必走桃花云 那你说说 我桃花云如何 公子 女子为水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公子可要谨慎 切记 切记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嗯 这位姑娘 我看你 遥光俱顶 灵气逼人 世间少有 再朝定为帝后 再也隐为人节 不过 眉宇之间隐行那煞气 想必近日 必有劫难哪 劫难 嗯 呸呸呸呸 会话连篇的 莲儿 我们走 二位 只要十两文银 帮你解决一切问题 我就知道你是个骗子 你看 哎呀 十两不行 五两也可以嘛 公子 你看娘子这么美 给她买个首饰吧 莲儿 你看看 有喜欢的吗 再看看这个发簪 败得可好呢 看 莲儿 这银柴好看 很适合你 老板我 林大小姐 我要了 还错怪那个算命先生 真有解难 呸 你这个臭小贼 有种再给我打一场 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你天天找人打架 你没别的事可做嘛 你光天化日拐带少女 你简直下流无耻 林姑娘 你听我解释 我和小号跟 这位姑娘 这件事呢 与你无关 是我跟她的私人恩怨 你还是离远点 你免伤到你 你们丫头 我们的事轮不到你管 怎么轮不到我管啊 你即将入坠林家榜 我当然管得着 要不是你爹守着城门 我早跑 反正你跟我打一场 不然你休想跑 你 你干嘛 林大小姐如此左耳 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 嫁给我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 而且没有要纳切的打算 你个无耻小贼 你竟然当中羞辱我 是你自己找上门 非要阻拦我逃跑 你不是想嫁给我 还能是谁 不 林儿 你们走 你们不许走